目前在中国最行讨论最多的就是低空经济 大家说的空中出租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应用 把厂房建造了3000米高 空中吊轨把它的货物配送在厂房的生产线上 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 低空经济这个池在中国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效果 但是最近经济不景气官方又拿它出来说事了 这次的宣传力度非常大 很多人认为因为体制的特点 只要是中国政府铁定心要去做的事没有办不到的 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谈政治 就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低空经济这个概念在我们有生之年 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 首先什么是经济 只要达到一定规模的产业才能够成为经济 一群航母爱好者周末聚在一起玩的遥控飞机 或者FPV穿越机的运动 这算不算经济能够带动多大的就业 那么我们来看看低空可以飞的 除了他们还有什么可以创造经济利益 第一就是无人机的快递服务 第二四人飞机市场 包括直升机运动型或者轻型固定翼飞机 第三就是载人无人机 不管是观光旅游还是交通运输等 大家好欢迎来到EK的频道 今天我以自己作为四人飞行员六年的经历 以及在无人机行业从业八年的经验来告诉你 上面这些飞行器为什么永远都不可能走出试点运营 而且永远也不能规模化 首先我们来看看无人机快递 2013年亚马逊的老板Bezos向世界介绍了一个 能够彻底改变快递行业的概念 他说几年之内 自动化的无人机将遍布所有的城市 手机下单30分钟内将你的包裹送到家 同年德国的物业巨头DHL也宣布未来将用无人机来送货 在中国顺丰京东阿里巴巴等大型的电商和物流公司 也在积极的研发和部署无人机快递系统 当这个概念被最初提出时 通常展示的愿景是无人机飞下来将要在草坪上 放下包裹然后起飞飞走 但是多年的实验证明这个设想在现实中虽然可行 但是能否挣到钱就不一定了 无人机配送是一项新技术 和所有的新技术一样 公众对它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行业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在启动时 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故 证明这种不信任是有道理的 首次发生无人机商人的事件 必将引发媒体的强烈关注 而且导致立法上面的限制 因此制造商自然会追求完美 然而完美是很难规模化的 无人机要实现成本竞争力 必须实现自动化操作 而自动化操作需要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 能够可靠的识别出清晰的降落区 识别是否有人在窗前还是在窗后 察觉一只狗是否正在向无人机跑来 知道什么是泳池 什么是干燥的地面 这些都是计算机独自应付的挑战 因此要达到完美非常困难 汽车自动驾驶搞了那么多年 也有把汽车广告看成真车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击杀一角的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让无人机在安全高度 悬停在目笔地的上方 然后通过绳索将物品降落在地面上 这就比直接降落要安全很多了 但所有这些方案的共同点在于 他们都需要一个宽敞受控而且无障碍的区域 能够完成最终的投递 然而在需求最大的地方 这样的条件并不总是存在 庭院是最常见的投递区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庭院 为此中国这边还发明了无人机快递接收站 完美地避开了上面的所有问题 无人机每次只需要到达这些固定的地址 将货物存入下面的柜子里 然后客户自己来就可以驱走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不错 但是它不可避免这个客户增加了负担 也延长了收获的时间 这还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 还不是无人机快递 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点的真正原因 2016年也是对全球快递客户的市场调查中 当被问到特快服务时 70%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对最便宜的选项已经非常满意了 只有23%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愿意为特快支付更多的费用 这一下子就相当于把无人机快递的潜在客户 腰斩了两次 要是无人机快递在商业上可行 必须果断的占领那四分之一 更愿意支付更多费用的消费者群体 但同时也需要与其他的快递方式竞争 问题就来了 在快递需求最大的城市里面 电商已经把市场需求的预测计算得非常准确了 前线仓库也铺设得非常完善了 以至于地面的快递在速度上已经有了非常巨大的竞争力 受到体积和电力的限制 大部分无人机的快递半径是在10公里以内 在这个距离内 他想要和地面的快递比速度 不会有天壤之别的优势 价格上面呢 也许无人机在欧美国家会有显著的价格优势 但是无人车辆快递也有同样的价格优势 事实上客户只在乎货到的快不快是否安全到达 他们根本不关心它是否是由汽车摩托车还是无人机送达的 2021年亚马逊的无人机项目解雇了英国的员工 并且关闭了英国办公室 DHL也在同年宣布正式放弃其无人机送包裹的项目 至今没有任何公司实现了之前所描绘的广泛运营场景 中国这边不考虑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 普及无人机快递最好的时机其实在疫情期间 这是需求最旺盛的时候 但是这样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 也说明了我上面的那些论点 亚马逊和中国国内的各大电商 目前还保留着很小的无人机项目团队 但是目标已经不是普罗大众了 无人机快递想要规模化 以现有的技术是看不到头的 我们聊完了无人机 再来聊聊私人飞机吧 这里包括小型直升机和固定营翼飞机 通称为通用航空或者说是通航 比起无人机这是一个拥有非常成熟技术的行业 最近中国国内甚至还出现了买房送飞机的广告 但是这个行业永远也不可能做到规模化 这里我就不提中国境内无比严格的低空空域和航线管控了 在国内飞过通航的都知道 如果没有特别允许 只能在机场附近5到10海里的范围内飞行 那就像放风筝一样 但是既然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搞低空经济 我们就假设这个政策障碍会被移除 天空会变得和欧美一样的开放 价格方面 在中国移甲轻型的私人飞机价格 比如塞斯纳 动轴需要三四十万美元 年度的维护费用大概是两万八千到七万美元左右 机场停放的费用根据机场的级别和地点 每年需要一万四千到四万两千美元 即使是租用 在欧美可以租到最便宜一百美元一小时左右的飞机 但是这个价格在中国至少要四百五到五百五美元 这一下子就排除了95%以上的人口 但是假设日后随着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 政策位置开绿灯的话 这个价格有可能会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我们再来讨论安全性 分析员经常说 前往机场的道路是整个飞行过程中最危险的部分 如果你要搭乘商业航班的话 这是真的 事实上你被雷劈中的概率都要比发生空难的概率要高 但是这对于四人飞机来讲也成立吗 答案会吓你一跳 研究表示 每百万小时驾驶时间内有0.68起致命的车祸 但是每百万飞行小时内有9.5起致命事故 这大约是驾车致命率的14倍 通航虽然也包含更安全的公务机 但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大头还是个人飞行员 这也是事故率非常高的 占通航事故的67% 占通航致命事故的72% 个人飞行这一类别 每百万飞行小时内有18.6起致命事故 其致命率仍然是驾车的27倍 它比其摩托车还要危险 我们在抽丝剥茧会发现这里面的机械故障率 仅仅占了所有事故的16% 仅占致命事故的7% 通航事故里面最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飞行员 它的占比是69%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飞行失控 比如说失速螺旋坠落 在飞机受控的时候撞地 最危险的情况是在目视飞行的时候 无意间进入了仪表天气条件 也就是突然进入云翼以后发生事故 2021年这类事故的致命率达到71% 当然这里面的事故原因也有很多 里面我就不展开讲了 总之千万不要听信广告说的 只要你能开汽车 学开飞机是随到渠成的事情 能飞上天这的确不假 但是通航的持续安全运行 对于飞行员的要求 绝对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地面交通工具 上面这些数据来自于通航最发达的美国 这里有超过19000个机场 想要开飞机出门开车两个小时之内 就有一个通航机场 注册的飞行员也超过了70万人 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但即使是这样发达的国家 这样的市场 你猜通航在美国的经济占比是多少 只有0.04% 可想而知在中国发展通航 其经济规模和能够提供的就业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有没有可以用AI和自动驾驶来代替人 大幅降低那69%的人为事故率 用全自动的无人机出行呢 目前来讲是不可能的 我来说说原因 每当有大的活动 比如说奥运会或者世博会的时候 就会有人出来说 我们要试运载人无人机 好吧 那今天先不讨论这个词的矛盾点在哪里 载人无人机和运货无人机不同 它会点到点的飞行 这个点就像机场一样的数量很小 比如从三角飞到三顶的观光台 或者说地铁轻轨到机场航站楼 展会到宾馆 甚至于某些大楼也可以在屋顶安装起降平台 两头都可以保证空旷安全的环境 无人机和直升机相比也有优势 那就是运营成本大大的降低 一架贝尔407每小时的油耗 和平均每小时的维护费用 是846到1412美元不等 这里还不谈飞行员的工资 但是自动载人无人机的每小时的 能源消耗和维护成本 只有100到300美元 价格优势非常明显 同时无人机对于乘客也没有技术要求 潜在的客户群体巨大 因此为了低空经济扶持 并且规模化这个产业 应该才是最有前途的 但是自从2016年1月 一航在美国拉斯伯加斯的消费电子展 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 自动飞行的载人无人机以后 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家 这样的无人机公司 能够在任何地方 任何航线进行定期的商业运营 他们面临的问题 不是空域和安全监管不完善 也不是基础设施不到位 我再大胆地说 甚至也不是因为 没有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接受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 吃螃蟹的人不够用的地步 现在的问题是 螃蟹都还没有 我们不妨假设未来的AI技术 已经非常先进了 能够让无人机自主判断 路径天气 水气凝结点 结冰点 交通状况 自动避障 也能够准确地判断 降落地点的安全性和地面状况 即使这些问题 全部都已经解决了 现在的载人无人机 也无法达到至少 飞机的安全水平和实用性 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来看 载人无人机缺乏安全设施冗余 根据James Risen 的瑞士奶闹模型 事故的发生 不是一个设备发生故障 而是多层防护设施 被同时突破后发生的 因此飞机上有多层的冗余设计 包括电源 导航 通信和推进系统等 如果某个系统出现故障 备份系统就能够立即接管 确保飞行器安全落地 载人无人机受到空间和最大起飞重量 和航程的限制 无法安装这些冗余 或者说如果它安装了 价格优势也就没有了 之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数据显示 载人无人机每百万小时的施工率 倒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无人机 能够飞到这个数量级 其次 飞机和无人机使用不同的能量来源 航空燃油的能量密度是 拟电池的48到80倍 而且飞机的燃油消耗以后 越飞越轻 但是拟电池在起飞降落都是一个重量 目前大部分载人无人机的飞行时间 在15到30分钟之间 飞行距离是30到40公里以内 而且这个数字没有太多的冗余 比如 飞机一般会携带大概30分钟的燃油 以防止碰到目的地的天气变化 地面发生状况 或者空中交通堵塞 需要自空停留等待 但是载人无人机顶多就只能飞30分钟 到了目的地必须降落 此外 理电池用在无人机上也和电池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知道理电池放电过快会导致热失控 电池管理系统会根据电池的温度来控制放电的速度 避免电解值蒸发 电池的电池如果过热的话 就可以通过降低运行速度来保护电池 但是无人机呢 假设这个时候正好遇到强风或者一股低压气流 自动驾驶会让电池加大电流输出保护乘客呢 还是减小电流瞬间失去高度来保护电池呢 因此载人无人机离商业运营目前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载人无人机真的要走进万千大众的家里 那么现在的理电池是必须被淘汰掉的 总结一下 低空看起来非常美好 但是这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空域 风切变雾霾等大部分气候条件发生在这里 山脉和丘陵在这里 鸟类在这里 树木风力发电机电缆也在这里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没有那么高的高度来给你反应时间 整机降落伞在低于150米的高度都是无效的 即使对最安全的商业航班来讲 绝大部分空难也发生在起飞和降落期间 在低空期间 因此低空经济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 也就是一个伪命题 即使未来AI革命成功了 它也需要再来一次能源革命和反重力革命 才能够匹配大家对它的愿景 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基础科学革命 而不是现有科技的应用革新 最后我不希望大家看到这期影片后 对未来科技产生悲观 正相反 只有当问题被更多的人认识以后 真正得到了解决 才会为一个崭新的行业铺开道路 那么你认为最理想的低空飞行器是什么呢 它都有什么样子的革新呢 它的应用场景最可能出现在哪里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请点赞和转发 这对油管推荐我的频道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是EK 我们下期再见